作为一家餐厅后厨 你看得出这是开了十多年的样子吗 可能这就是高端餐饮后厨的标杆吧 我们厨品部的卫生的话 午餐为基础去打理 我们现在厨房已经有十年了 可以看到它无论是储具设备 还是整个大的环境来讲 保持得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新的 这是一家开在世博园里的餐厅 从周边的建筑物就可以看出 这个地段所开的公馆肯定不容小觑 店内环境金碧辉煌 但后厨也同样鲜尘不染 雪碗冰殴 这也少不了后厨同事们的功劳 每天下午两点和晚上十一点 大家都会自觉清洗打扫 仍用了十年的灶台 看上去依旧干净如初 就拿地板来讲吧 在平时上班当中 是要求一滴水都不可以有的 建造的时候 对一些厨具的挑选 品质的比较好 比如一些炒炉啊 征兆啊 都是消音的 不会打扰的客人 作为厨师长的他 每天检查好环境卫生 以及安全隐患后 最后一个关店员下班 我叫颜尤健 我从事餐饮行业 从04年入行资金已经有18年了 现在我担任上海浦江会餐饮集团 四伯仁公馆门店的厨师长 和检查卫生一样 颜大厨对于集团采购部选用的食材 同样严格把关 这个是今天刚到的 黑毛猪的五花肉中方 取的是中间那一部分 我们得把这个多余的去掉 我们做红烧肉嘛 要求它这个层次感要分明 必须要三层 要有这三层 要有这三层 符合我们标准的 厨房上面的一排字 正如颜大厨对于做菜的原则一样 态度决定一切 细节决定成败 秋季正当时 店里所有的菜品 也和这个季节相互辉映 虽然有些看似普遍的菜品 但其实背后 光是食材选择 就进行了多方面对比 羊是从海南运过来东山羊 鸡是从广东运过来的 辣椒香料从四川运过来 牛肉的话 我们用的是雪龙黑牛 只有用到这些 源头上最好的食材 才能做出最极致的出品 光有好的食材 大厨的功力不好也是不行的 粤菜大厨最入门的 就是这道生炒菜心 只选用三分之一的菜心部分 急于扔掉 最后就是看炒工 只要是好的出品 都是要很考究你的功力的 就打比方一个生炒菜心吧 如何能炒出来一个 颜色上有碧绿 有锅气 爽脆的一个出品 整个菜从一个青菜下到锅里面开始炒 都不可以超过一分半钟 炒久了它就粘了 就老了 完美的生炒菜心必须磕磕碧绿 不出水 熟的同时又有锅气香味和脆感 此外鲍鱼红烧肉只用黑毛五花肉做的软糯香甜 熟醉蟹只选用阳城糊的 金红色的蟹黄让人超有食欲 而店内新品清汤羊蟹只选用海南东山羊 用最简单的手法制作上好羊蟹肉 趁着冬季还没来 赶快偷偷学起来给家人制作吧 原材料如下 羊蟹的话 像在猪的五花肉那个部位 它这个肉会Q弹一些 更嫩一些 第一步 羊蟹焯水 冷水下锅 把这个羊蟹焯一下水 若是开水下锅的话 它表面一下子就烫熟了 那血水就逼不出来 水已经煮开了 我们先把多余的浮沫给撇掉 因为我们是清汤嘛 这个汤一定要非常清澈 羊蟹焯好水后拿出备用 第二步 倒入清水后 我们开始炖羊蟹 现在我们开始下入姜片 还有白胡椒 不喜欢吃胡椒的 可以不用下 胡椒的作用呢 主要是因为冬季嘛 吃点带有辛辣味的 可以预寒 随后放入葱段和白萝卜 注意 白萝卜一定要厚切 大约1.5厘米 不然炖煮到后面容易化掉 提前下的白萝卜的作用就是 去一下那个羊的三味 就可以增加那个汤的甜味 等到汤底煮开后 放入羊蓝炖煮 煮的时候羊皮正面朝下 更容易酥烂 随后放入15克盐 这样提前下味呢 可以让它那个羊蓝 有一点底味 然后呢小火慢炖它45分钟 等到45分钟后 用筷子戳一下羊肉 已经酥烂了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羊蓝擀刀 切的规格要求呢 长度在5厘米 厚度在1厘米 因为餐厅出品 保证每块羊肉大小均匀 所以煮好后才切配 最后淋上汤汁 但如果你在家制作 可以先切小块后炖煮 这样可以一口汤 一口羊肉 这可真是秋冬最温暖的美味啊